2001年4月20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甘肃省最大一个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李施兄弟反对团伙,在兰州市被推上了审判席。 该团伙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涉嫌制造七冬命案和多起绑架勒索抢劫案,罪恶之深重,可谓尽诛难输。 光国家公诉人为这一案件准备的案卷就长达38册,近7000页。 在破获这起打黑答案期间,我公安干警不顾危险和困难,和持枪犯罪分子展开了一场江湖的斗争。 2000年3月31日凌晨一点多,兰州市城关区兰探宾馆门前的马路牙子上,砰砰砰四声枪响,导戒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兰州黑道最有名的老大,李志。 2000年4月1日,一场盛大的出殡仪式震惊了兰州的普通市民。 从上午开始,一个井然有序的车队出现在兰州街头,排头的几辆卡车上, 站满了身穿黑西装、黑领带、戴飞墨镜、黑纱的年轻小伙子。 后面是近百辆编了号的小汽车。 是谁死来,这人干什么的呀? 你不知道吧,听说呀,就是那个很有名的李志。 前几天半夜,坐在兰探宾馆门前,让人给打死了。 看,这简直就是非社会呀。 面对如此猖獗的送葬行为,一连串的问号和答案在人们的脑海中和黑社会挂上了沟。 群众们忍无可忍,多年来关于黑社会的地下疑问终于浮出水面。 也就在此时,兰州市官局、城关分局刑侦队11中队,从近三年来未迫的射枪杀人案件和抢劫案件中,开始梳理出了头绪。 1998年10月28日,22时,兰州市城关区平良路44号,烟草批发部,武装抢劫现金10万余元,香烟九世玉条,价值28000余元。 1998年11月18日,16时,城关区上水下,驻镇中待光天化日之下被枪杀。 1998年12月18日晚,城关区水浮荣歌厅被一伙持枪歹徒破坏抢劫。 1998年12月24日晚,城关区开源大酒店副经理程军奇在制止一伙持枪歹徒捣乱行为时被当场开枪打死。 1999年4月,大批持枪歹徒联合捣毁城关区东湖大厦地下赌场,并枪杀一人。 2000年2月3月,两家歌舞厅先后被持谢歹徒抢劫。 2000年4月4日晚,城关区张业路VJ滴厅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成员龙涛被杀。 2000年5月14日晚,另一黑社会犯罪组织成员李江在其租住的家门口身中四乡而亡。 案件射击枪支基本上都是五连发猎枪,侵害对象除城军奇等人之外,多有猎记。 作案现场多在娱乐场所,时间多在夜间。 一连串的类同,使这些杀人抢劫案件陆陆续续地进入侦察员的视线。 一个集杀人、抢劫、绑架、勒索等犯罪行为为一体的犯罪集团的轮廓已经初步地形成。 与此同时,下决心要还群众一个朗朗乾坤的甘肃省省委和政法机关开始部署对兰州所有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调查排摸。 两条线同时展开了工作。 2000年7月的一天,甘肃省官厅一个关于打击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会议正在进行。 经过仔细的斟酌和讨论,所有参加会议的干警和领导形成了一个共识, 要把最大的离职团伙作为全省大黑的第一仗。 官厅长魏震忠指示要主动出击,一网打净。 会议快结束时,魏震忠有头关切地询问兰州市官局主管行政的副局长李宗峰。 现在的鸡腾清费困难,你们办这个案件促期要多少钱?五万,够不扣? 李宗峰说有四万就够了。 但后来,林明总总的差不多给了五万。 2000年4月4日,VJD听血案发生后,兰州市官局城关分局刑警十一中队,副队长蓝剑率队兵分两路迅速赶到现场。 现场的调查几乎没有找到任何可靠的线索。 只知道有几个人打架,所有的人都只有绰号,其中一个叫做四虎子,另外就是还有一辆白色的面包车。 另一路查找附近的所有医院,在兰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见到了三个被猎枪子弹打伤的人。 了解线索不过是一伙人不问青红倒白就开枪,打死的是什么人他们也不知道。 但根据描述,其中有一个人和刑警们手中掌握的一个精明叫甩步的少年,非常吻合。 最后,关弹警在龙涛的尸体和衣服里,发现了一张一家餐厅的优惠卡,卡上记录了一个传呼记号。 负责案件调查的兰州市关局刑警中队长兰剑,组织警力开始对这个传呼记号的所有信息进行调查。 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整理,确定了拱兴敦、烧盐沟五泉山等七个可疑地点。 五泉山的可疑地点在一个发廊,发廊老板柳霞承认和龙涛正在谈恋案, 并且知道龙涛最近出事了。 一个偶然的集会,一个电话号码出现在了刑警们的眼前。 据查是马剑虎家中的电话,此人家中兄弟五个,他排行老四,名中带虎,经常来往兰州外地之间贩毒。 四虎子,就是这个人。 看来几个月来的追踪黑社会组织就要出现了。 很快,干警潜伏了一个星期,终于将马剑虎助纳归案。 马剑虎共认认识一伙人有五支五连发猎枪,四支小口径的步枪和一辆白色的面包车。 其中一个叫马磊的,警鸣甩步,经常到他这里要毒品。 马磊吸毒这个重大线索表明,从4月4日案发算起,马磊不能再到外面躲藏了,该回来了。 因为马磊吸毒,这就决定着一种情况。 即马磊必须到最熟悉的环境里才能弄到毒品。 不管马磊躲到哪里去,时间一长,他必然要回家。 找到马磊,这个犯队团伙就跑不掉。 曙光终于出现在了地平线上,眼看着几个月的辛苦就要得到成果了。 但是我们的刑警们却真的累倒了。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刑警队长蓝剑说, 你一定要好好学校我们干警,没有这样的好警察和他们的家属,我们办不了这样的案子。 我们的干警竟然一直抱病残战,最后发展成了糖尿病,发高烧,满头大汗,湿得能把我的手黏住。 就在潜伏抓捕马剑虎的一个星期里,一个干警的妻子正在怀孕,认诚反应相当的强烈,呕触到吐血的地步。 然而就是这样,妻子还是自己一个人挺着大肚子,到医院自己打点笛。 最后,迫不得已电话打到了蓝剑那里,说能不能让自己的丈夫回来一下。 在蓝剑的追问下,这名干警才说了实情,蓝剑说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干警的回答是,大家都这样忙着,谁没有其而老小,你说我能讲这些事吗? 就在关干警艰苦奋战捉理事犯罪组织的尾巴时,理事犯罪组织为了给老大理智报仇,犯罪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简直到了最疯狂的时候。 2000年6月,理事犯罪组织经过内部的几次分析,基本认定杀理智的人,是兰州市城关区人张立军。 该组织迅速将复仇大棒,向张立军挥了过去。 第一个搜寻的目标是张立军惹眼地跑车,车牌号是甘恩林1818。 8日晚,马仔来报,发现甘恩林1818就停在兰州市城关区21世纪焦点俱乐部的楼下。 离事犯队组织杀手杜正海,迅速召集马磊、郑华、常高博、马尾等人,携带五支五连发猎枪。 由另外一个马仔刘洪驾驶一辆面包车赶往21世纪焦点俱乐部。 面包车在焦点俱乐部门前盘旋一圈后, 询认人车都在这里之后,悄悄地向兰州饭店驶去。 在那里,这几个人将面包车的车牌卸下,换成了偷来的一个青海拍照。 再次来到21世纪焦点俱乐部,五人分散成扇形,经大门包围。 凌晨一失雪,张力军带着几个人刚刚迈出俱乐部的大门,枪声大作。 张力军当场死亡,其他人员四散而逃。 杜正海等六人随即驾车逃往城关区,燕滩社的租住地点隐藏。 很快,李志最小的弟弟李辉就带车来到了隐藏地点,经钻枪指转移藏匿。 张力军后经法医鉴定,戏被人用线弹枪集中胸内部, 治肝、体、肺、胃、破裂合并,失血性休克死亡。 严见得大仇得报,远在北京的该团伙县任老大李杰。 电话告诉李辉,娃娃们把事都办了。 你给杜正海送去五万元。 几天后,杜正海来到了北京,并给在兰州的马仔门打电话, 让郑华、常高博、马磊、马伟军、丁力到北京万少路驾十五号新夜会馆和李杰、东海郡等老大会面。 此后,丁力、常高博、郑华在李杰的安排下前往五威隐藏。 后来,李杰又认为陈书龙团伙是杀李治最大的嫌疑, 又先后组织了两次诱杀陈书龙的方案。 由于机缘巧合没能杀成。 最后疯狂的时候,也就是末日来临的时候, 毒品的力量足以使一个杀人犯忘记了危险。 7月19日,在外地躲藏鱿鱼的射墙杀人犯马磊,终于在兰州露面了。 从北京来的火车移到兰州,刑侦十一队的干警就密切地观察每一个旅客。 很快马磊出现,根据事先拟定的计划,刑警们打车悄悄地跟踪马磊回家。 后在马磊家的楼下一举将其前货。 很快在更改姓名和犯罪事实后,一抵关押。 马磊成为该团伙的第一个被抓获的重要成员。 从此,兰州市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黑幕,揭开了第一条缝。 马磊,精明甩步,今年21岁,初中文化程度, 多年混迹社会的经历,使马磊非常看重哥们儿义气, 直到自己的大哥们依然在逍遥法外, 相信他们一定会通过各种办法救自己出去的。 同时,团伙内部的一条纪律也约束他, 一再告诉自己不能讲。 因此对侦察员的询问始终是保持着沉默。 是什么纪律能在一个仅减21岁的小伙子身上起这么大的作用呢? 这还要从李氏集团正式发展成黑社会组织开始说起。 李治生前和他的团伙中的另一个重要成员董海俊, 共同出资成立了兰州制华公司。 就是这样一个连税务登记证和发跳准构证都没有的公司, 成了他们从事黑社会性质犯罪的伪装网。 所有该团伙成员对外一律称公司的人, 对内则按照内部层次分别跟住自己的老大。 公司通过各级老大给每个成员发放生活费, 衣食住行均由公司照管。 马仔们不能回家。 李治在团伙内部被称为大哥。 马磊的老大就是董海俊的马仔杜正海。 现在两人依然在逃。 杜正海曾经多次告诫自己的手下马仔们。 杀一个人和杀十的人的后果是一样的。 一旦被公安抓获了, 绝对不能承认, 或者说出其他人来。 公司会想淡法救你, 如果说了, 不仅面临的法律制裁会很严重, 而且公司也不会放过你和你们的家人。 前门提到马磊是在被我官干警改名换姓和犯罪事时候一抵关押的。 目的就是为了保护马磊的人身安全。 因为当董海俊等组织内的老大知道马磊已经被捕的消息后, 就在四处的活动, 想通过熟人和各种关系找到马磊的关押地点, 做掉马磊。 老大让干什么就应该干什么。 盲目的哥们儿一起和幼稚的世界观价值观, 是马磊在别人的引荐答应加入该团伙以后, 就紧紧地跟住了老大杜正海, 开始收取保护费。 最后参加了2000年4月4日VJ敌厅, 杀李江却误伤了同伙龙涛的案件, 随后跟随杜正海在李江的住所前, 用五连发猎枪杀李江。 随后在6月8日, 又参加了21世纪焦点俱乐部枪杀张力军的行动, 为大哥李治报仇。 后紧紧粤鱼, 借落入了我关机关部下的搜捕大网。 一位参加过预审的干警感慨地说, 我搞了14年的预审工作, 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案件。 马磊赋予顽抗, 使参战干警非常的头疼, 但最后, 强烈地畏罪心理和干警针锋相对的斗争, 马磊顽固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了, 交代了罪行。 供任杜正海, 制龙涛被杀一案的主谋, 并提供了相关的线索。 马戒林、丁丽、 常高博、崔志彪、 郑华、马伟军、宋志勇的线索相继浮现出来。 长期吸毒人员要戒掉毒瘾, 没有超人的毅力是办不到的。 很多瘾君子, 几次不能戒掉毒瘾的根源就是, 不能忍受戒毒初期的痛苦。 然而, 李氏黑社会性质组织暗中, 有一个罪犯下了很大的决心要戒掉毒瘾, 但他戒掉毒瘾不是为了获得新生, 而是要获得加入犯罪组织的资格。 去年后半年, 甘肃省于中县戒毒所里, 出现了一位与众不同的瘾君子。 当身边不断有强制戒毒人员想尽了办法逃跑, 并且有人鼓动他野跑, 而这个吸毒人员, 本身有很多的机会逃出戒毒所, 但却始终没有跑。 这个人就是紧紧跟随李氏犯罪组织的马伟军。 马伟军长期无业, 且吸毒上瘾, 长期跟随杜正海从事黑社会性质犯罪, 但是就是因为他吸毒, 尽管参加了捣毁东湖大厦地下赌场, 枪杀张力军等犯罪活动, 李氏犯罪组织始终不认可他的加入, 最后, 该犯罪组织成员杜正海, 给马伟军挑明了。 想要加入, 首先要戒掉毒瘾。 2000年6月, 马伟军因杀张力军有功, 到北京接受李杰和董海郡等人的接见, 7月回到兰州, 回来就被兰昭社公安局城关关分局沁阳路排入所的民警, 堵在了家门口, 送到了于中县戒毒所强制戒毒, 马伟军索性就开始认认真真地戒毒了。 由于整个案件的侦破 全部在十分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除了兰剑等少数干警 和省厅市局的领导之外, 很少有人知道案件牵扯到了什么人。 结果, 罪犯马伟军的抓获充满了巧合。 蓝剑等专案人员 在排除所调查马伟军的户籍资料时, 排除所的干警奇怪地问, 这个人强制戒毒了, 你们查他干什么? 干警们大喜过望, 苦苦寻找的人原来就在自己人的控制下。 很快, 兰州市公安局李中峰副局长 电话命令于中戒毒所, 在转干警到来之前, 任何人不能把马伟军接走了。 当专案干警抓获马伟军之后, 马伟军消极抵抗, 一言不发, 沉默, 一直都沉默, 足足有九个小时。 最后, 蓝剑亲自提审马伟军。 刚开始, 马伟军连自己的真实姓名都不说, 只说自己是马军。 突然蓝剑问道, 您母亲在哪儿啊? 马伟军顿时乱了方寸, 因为自己的母亲因为走私, 早已被我广东警方关押了, 不在兰州。 马伟军马上说, 在了呀。 从此, 马伟军张嘴说话了。 他最后告诉蓝剑, 我当时就准备的你们骂人呢, 只要你们一骂, 我就绝对横度不说了。 没有想到, 你们不打不骂, 给吃给喝, 我说吧。 国家公诉人在起诉李氏兄弟犯队组织时, 被告席上有一位妇女, 她就是曾经任职兰州市公安局, 城关分局法治科副科长的李延龄。 在破案的最关键时期, 她的出现使几乎所有的参战干警都大吃一惊。 2000年11月9日下午, 蓝州市北边河路, 明园报市馆前, 依旧像往日一样停满了各种车辆, 其中一辆挂地方牌照的车坏在了门口, 几个人在忙活着修理。 狐一率领专组干警, 已经悄悄把这里包围的水泄不通了。 向南的黄河南岸, 有公安干警远距离的观察, 向东道黄河铁桥, 向西道安宁黄河公路桥, 交警、防报警、刑警等大批的警力, 按照事先的安排, 已经各就各位。 专等李杰派人在报市馆图谋报复陈树龙, 就在时间越来越接近事先掌握的那一刻时, 突然, 一个很多干警都熟悉的人出现在了报市馆的门前, 他就是李延龄。 这个突然的变故, 使蓝剑非常的紧张, 因为这是一次非常秘拟的行动, 局里很少有人知道, 他来干什么, 电波迅速在胡一和市局副局长李宗峰, 上官厅主要领导之间传递信息, 怎么办啊? 注意隐蔽, 不要暴露, 继续观察。 告诉包厢里喝茶的同志们, 关上门, 他们都认识的, 不要暴露了。 我他们一动手, 一律抓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 复仇之心不死的李杰, 怀疑是兰州的另一个黑帮老大陈淑龙, 害死了李志。 2000年11月8日, 李延龄让他的哥哥李延寿, 约请陈淑龙团伙了杨一帆, 在北边和陆明园报事馆吃饭。 陈淑龙也要来, 李延龄将这一情况通报了李杰。 9日, 在李志和李杰的弟弟李辉的指挥下, 崔志彪、 潘齐、 汪建国、 石枪乘坐管永军驾驶的 甘A0-4488加美轿车, 前往明园报事馆守候, 遇枪杀前来吃饭的陈淑龙。 一百多名干警就在长达不到一公里的路段上, 静静地守候着。 一个小时过去了, 只来了杨一帆, 陈淑龙并没有卢面, 李杰团伙也很快地撤离, 从进入关干警的伏击圈 到离开报事馆, 李延龙和李辉竟然一直没有察觉。 李延龙随即被公安局双规, 2001年1月21日, 因涉嫌故意杀人罪, 经兰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 被依法逮捕。 最近总有人盗用老崔的音庭, 也管不住, 只能中间夹个广告了。 本案颇奖者老崔, 喜欢的可以添加公众号 声优老崔, 或者添加老崔的微信 FM老崔, 字母拼音。 好嘞, 咱们继续。 2000年11月20日, 省官厅成立了719专案指挥中心, 李氏兄弟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大案的侦破工作, 想纵身发展, 纵犯纷纷归案。 4天前, 专案组成立了抓捕组, 2000年11月16日夜, 我公安干警通过侦查获悉, 枪杀杜阵中的崔志彪, 就住在兰州市西顾区某处民房。 深夜, 专案组的大队抓捕干警, 根据实现掌握的情况迅速包围了该犯的住所, 一处临街二楼里的小院。 实施包围的过程中, 干警们发现, 必须从隔壁院子里翻墙而过, 才能进入现场。 专案组为保密起见, 所有抓捕干警并不了解崔志彪的项目, 翻墙进院后随对专案干警核对照片, 发现崔志彪不在此处。 谁能想到, 崔志彪的准确住所, 恰恰就在干警们翻墙的那的院子里。 而且他已经察觉了干警们的行动, 当发现所有的出路都被包围, 且干警们走错地方后, 飞志彪决心装糊涂躲过这一关, 于是打开电视机, 镇定地坐了下来。 没想到, 抓不住赌长赵亮, 在没有找到崔志彪后, 准备调查一下周围的住户, 看谁知道崔的下落, 跨着威冲又返回到了崔志彪真正住的院子里。 已经看过崔志彪的照片, 赵亮大概知道崔志彪的长相了, 走着走着, 一抬头, 发现正在看电视的崔志彪也盯住了他。 怎么办? 开枪容易误伤周围的群众, 上举抓崔志彪人高马大不容易, 万一失手了怎么办? 赵亮灵机一动, 就出现了下面的对话。 问, 哎, 你谁啊? 崔志彪? 隔壁市人, 我历历, 怎么住了一院子的人呀? 租了呀? 那你帮我指认一下租房子的。 崔志彪跟着赵亮就进了院子, 准备指认, 结果一进院子, 赵亮大喊一声, 这就是崔志彪, 抓。 自作聪明的崔志彪, 发员了。 就在成立专任指挥中心的当天, 甘松省官厅抽调兵力, 分作三路出击。 第一路, 在官厅行政总队总队长王欣的带领下, 北上河西走廊的五威, 搜捕丁丽, 常高博, 郑华。 第二路, 由副总队长居国梁率领, 南下深圳密布礼节。 第三路, 由兰州市官局副局长李宗峰率领, 在兰州继续进行审讯搜捕工作。 当北昌的干警们来到五威后, 得知搜捕的丁丽, 常高博, 郑华, 都由当地一个叫做蔡瘸子的人藏了起来, 此人劣迹斑斑, 要抓这三人, 就要先找到蔡瘸子。 但是蔡瘸子, 在五威当地人际关系非常的复杂, 转组一到五威, 蔡瘸子就找不到了, 怎么办? 经过综合考虑, 王欣等人决定, 在大张旗鼓调查之后, 名字警笛热热闹闹地从五威撤退, 制造转组撤离的假象, 大队人马走到鼓浪县就停下来, 由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副局长胡义, 率领一部分干警先回兰州, 进一步造成侦破重点又落在了兰州的假象。 刑侦总队总队长王欣带领其余干警, 在鼓浪县充分地动用政府和私人的各种关系, 寻找蔡瘸子。 当晚八十及率队返回的五威杀了一个回马枪, 在一处刚装修好的房子里抓获了蔡瘸子。 第一路人马全部返回兰州, 突审蔡瘸子。 蔡瘸子在审讯中供认和李氏兄弟犯队组织有染, 而且在李智被杀后前来兰州奔过桑, 一出手就搭上了礼金五千元。 他告诉专案组, 郑华、常高博、丁丽已经回到兰州了。 蔡瘸子表示, 想办法帮助专案组抓获这三人。 按照蔡瘸子来兰州的习惯, 专案组在兰州饭店开了两个对门的房间, 让蔡瘸子和丁丽等三人联系。 首先联系上了郑华。 蔡瘸子在电话里面说, 你们大哥把你们放在五位, 走也不打个招呼啊。 蔡华说, 华瘸子没墙了。 蔡瘸子回答说, 那你们给我说嘛, 我现在就在兰州饭店的, 你马上过来。 随即, 马华被诱骗到了兰州饭店, 刚一敲门就被埋伏好的干警抓获了。 第二天用同样的手法, 蔡瘸子又叫来了丁丽和常高博。 脚踏的常高博让丁丽先上去看看, 他在下面等候着, 结果丁丽一上楼就被抓获了。 扑审丁丽则知常高博就在楼下, 专组马上通知埋伏在饭店门口的人, 但常高博已经跑到了马路对面了, 并且发现了专组干警的动向, 向着兰州大学方向撒腿就跑。 干警追到一只船北街, 终于将常高博抓获。 11月20日, 专组兵分三路之后, 甘肃省官厅行政总队副总队长巨国梁, 率干警们飞幅深圳, 为保密起见, 他在借差旅费原因一来里也填的是去北京, 给官部汇报工作的, 处理的其他人都不知道。 22日晚, 前期工作人员和深圳官局获悉, 李杰当晚将和宋长春到某洗衣中心洗脚。 晚上10点半, 李杰被当场抓获, 11时, 巨国梁对李杰进行出审, 已确认了一些基础情况。 因为世乡官机关获悉, 在李杰深圳住所有一辆面包车, 车主是谁? 钥匙在哪儿都不知道。 另外, 还要跟他的拼妇李波接触。 李杰如实招认, 车是理智的, 钥匙在他父亲手里, 李波在他父亲深圳的家里。 凌晨3点, 待旅行完相关的手续之后, 李杰被送入深圳看守所。 紧接着, 在当地排扰所的指引下, 巨国梁率领干警, 来到李杰父亲在深圳的家。 找到车钥匙对车内进行检查之后, 添写了扣押清单, 对李波进行了一般询问。 23日中午11点多, 专组对李波进行了控制。 一个礼拜后, 李杰押到了广州, 乘飞机飞回兰州, 李波从深圳直接押回兰州。 李氏兄弟犯罪组织老大, 终于楼网。 第二个案件, 这是厦门市建国以来发生的杀人案件中, 受害人数最多的一起杀人案, 堪称厦门第一血案。 其手段之残忍, 影响之恶劣, 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十分的罕见, 国家公安部随即挂牌督办此案。 该案成了福建省1998年以来, 被公安部挂牌督办的首起案件。 北山,又名北城山, 坐落在厦门市同安区的五险镇景内, 占地1220平方米, 是省级风景名胜区, 内有著名的十二龙潭瀑布景区, 轮轮礁岩居高临下, 城上旗下凹凸险倦, 山泉冲躺其上城铺, 雨季全发石, 更是声波震耳, 气势雄浑。 北山龙潭自古被列为厦门二十景之一, 就在龙潭瀑布上方一百米有个小洞, 名为龙泉洞, 此洞本为游客远足北山之高点时, 中途纳凉休息的绝佳去处。 不想, 2002年, 一起震动全厦门的惊天大案, 却在这里发生了。 三月的北城山, 鹰飞草长飞铺轰鸣, 一派欣欣向荣的春日气息, 引来了远客游人, 沉寂了一个冬天的山间石径, 渐渐地热闹起来。 三月十二日下午, 负责景区保洁的两位大婶, 一路清扫着废弃物走上山来。 三点多, 二人接近了半岭湖的龙泉洞, 此洞本是北城山通往牛岭峰高处的 中途唯一蹄字的山洞景点。 从龙泉湖瀑布步步行上山至此, 尚需半个多小时, 且一路山道崎岖难行, 游人较少。 像往常一样, 他们也是大多在龙泉洞斜脚, 不想, 跟到洞口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只见几个年轻女子, 横七竖八地倒在洞内的石桌边, 身上是血迹板板。 两个大婶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撒腿直往山下跑, 倒半山腰的景区管轮会报告了情况。 下午三十五时分, 厦门社公安局无险派出所, 接到了北辰山管轮会的报警。 所长陈清零立即带领民警赶赴现场, 他确证龙泉洞内斯明与青年被杀后, 一边率队保护好现场, 一边向分局报告。 下午五时四十八分, 厦门社公安局局长助理, 铜安分局局长江建群, 政委黄文新, 副局长许文学, 带领的分局刑警大队侦察员, 赶到了龙泉洞。 随后, 市局局长助理理官, 刑警支队支队长郭勋泉, 率众案大队侦察人员, 及法医、横检等专业技术人员, 相继赶到现场。 现场的惨状, 令见过许多血案现场的侦察员们, 倒吸了一口冷气。 理官助理双眉警索, 他在二十二年的行政工作记忆里, 还没有如此令人发指的画面, 在不足十平米的洞内, 四个年轻女子横沉在血泊中, 身上到处是刀伤, 总界六十余处, 刺破女子的心、肝、肺、胃等内脏, 致使她们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严动石壁上血迹斑斑, 石桌和地上散落着未喝完的矿泉手和饮料, 桌上飞色的旅行包被翻乱, 里面留着女孩的化妆品和通讯录。 案件发生在封警区的深处, 地点及其偏涕, 人员流动性不强, 破案难度, 可想而知。 案件的发生, 立即引起了市领导的高度重视。 晚九十许, 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陈炳发, 市公安局长邵华, 同安区区委政府的领导, 纷纷跟到了现场, 在景区管委会狭窄的圆桌边, 第一次专案会议就地召开。 会议决定, 由市局刑警支队, 纪真支队, 同安分局, 抽调民警武士人, 组成专案组, 邵华局长任第一责任人, 局长助理理官具体负责, 局长助理, 同安分局局长江建群, 刑警支队支队长郭勋全, 为领导小组的成员。 专案组分为技术勘验, 现场访问, 受害者关系排查, 面上排查, 技术侦查五个小组, 分头采取侦查措施, 参战民警连夜赶到, 每位民警, 人人都感受到了紧张凝重的气氛, 他们知道, 一场恶战就要开始了。 3月13日凌晨, 重案大队周灵辉大队长, 和手下欺人干将的警车, 踏着夜幕, 驶进了20公里外的厦门东轮制造有限公司大门, 因为现场遗留物中, 发现了工资单显示, 四名年轻死者都是该厂的员工。 东轮制造厂全场哗然, 夜班女工的哭声淹没了机器的轰鸣, 这是一家外商独资企业, 1999年从晋江迁来同安攀徒村的, 四名死者年龄最大的26岁, 最小的只有20岁。 据厂方和员工反映, 四名受害人在工厂表现都很好, 人际关系也不错, 一人是班长, 一人是副班长, 其他两人是流动技术指导, 都是工厂的技术骨败。 在厂方的配合下, 全场动员大会人夜召开, 到凌晨, 调查队初步查明了死者的身子和被劫的财物, 包括一部摩托罗拉木蓝色手机, 项链两条和银行储蓄卡若干掌。 凌晨一点半, 彭安分局大楼灯火通明, 全局16个派出所所长紧急会议召开, 将局长部署全区清查行动。 凌晨三十开始, 彭安分局全体责任区的民警, 开始地毯设了排查。 现场勘查和技术组, 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全面细致的痕迹和法医鉴定工作, 对嫌疑人的模拟画像也同时展开。 3月13日下午, 邵华局长亲自主持, 召开第二次案情分析会。 省官听刑警总队郑锦华支队长, 也率法医、痕迹等技术人员赶到了厦门协助工作。 综合各路情况, 作案组对案情做出了方向性的判断。 从凶手作案手法老练, 作案后现场会留下任何痕迹上, 初步判断。 案件性质为抢劫杀人, 但由于作案手段残忍, 也不排除仇杀的可能。 凶手为两人或两人以上, 流窜作案的可能性很大。 发案时间为当日13时30分至14时30分。 现场访问组通过大量的访问, 先后排除7名曾于案发时 在现场附近出现过的嫌疑对象, 并把重点定位在了两名男青年的身上。 据封禁局售火员反映, 刚日下午2点半左右, 他看到两个燃青年从山上下来, 两人均穿着黑色上衣和深色长裤, 腰间绑着深色的外套。 发现死者的保洁员 在早些时候也看到着两人, 行色匆匆地经过蓝水坝工地上山。 而因摩托车载客工业提供, 当日14时45分左右, 这两青年分别乘着摩托车离开半山的仙宫停车场, 其中的一部为蓝色摩托车, 但山门的售派员和门卫却都未见两人上山。 寻找这两个可疑分子, 成为了全案的重点。 案件不破不回家, 这案组民警在繁琐和枯燥的排查中, 紧张地度过了一天又一天, 每天征扎敖横的双眼, 拖着疲惫的身躯奔走在大街小巷, 乡间填梗, 其苦其泪不说, 心里的压力是巨大。 312案已被省官厅列为全省严打整治四大学案之一, 被官部确定为督办案前。 省委副书记卢展公, 省政法委书记鲍绍坤, 厦门市委书记洪永世等领导, 做了重要的批示, 要求县妻尽快将凶手击俩归案。 四双不眠的眼睛更像是八瓦锥子, 实时地刺痛了侦察员的心。 中队长刘建国说, 每当困难累来的时候, 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现场的一幕幕, 会有一种激情在胸口涌动。 侦察员谢于勇的妻子怀孕几个月了, 他都没有时间回去看看他, 他说最怕别人说起案件破了没有。 仅就三月十二日至四月二十日的侦破工作统计, 专组召开各种发动会一万五千八百六十四场, 走访群众一万三千三百二十一人, 印发通告一万九千七百三十一份, 排查同安区十六至三十五岁人员两万余人, 排查摩托车四千七百八十五步, 排查期间不断有线索浮现出来, 又不断地被排除, 两名黑衣男青年仍如石身大海, 消失在北辰山藏茫的夜色中。 郭勋泉支队长来到了北辰山下, 在山下徘徊着,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他曾担任同安分局局长多年, 为这里的山山水水有着深厚的感情。 如今, 同安发生了这样的答案, 心里特别的不是滋味, 他把蒲盖角带到了同安, 挤夜无眠, 看着民警们疲惫的身影, 他心急如焚, 案件侦破进入最困战的时期, 紧展缓慢, 线索中断, 可以说是局部位间, 下一步该怎么办? 郭勋泉支队长向山上走去, 他已经第六次上龙泉山了。 专案第一负责人少华局长, 多次来到了专案组, 勉励大家要树立破案的信心。 作为刚刚到任时间不久的, 厦门治安最高负责人, 案件的侦破对他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他对民警们说, 市局党委下定了决心要拿下这些案件, 在目前线索不明朗的情况下, 全体专案民警一定要同心协力, 攻坚克南, 要以一种对党、 对人民、 对警察荣誉负责的精神, 来对待每一条线索, 每一次排查。 这是人民警察的始言, 更是一种信念, 这种信念, 支撑着转组的每一名成员, 走过了一个个低谷, 走过山穷水尽。 四月底, 随着重点嫌疑目标一个个地排除, 拉网式排查, 从同安延伸至全市范围。 市局专门召开了两次紧急会议, 全局动员, 发动群众治安骨干, 党员干博等各方力量, 一场群众性的围剿开始了。 在简单的排查工作中, 厦门市官局多年来与时俱进, 不断积累提高的各种高科技侦查手段, 再次成威。 武夷长假, 专组领导让民警们每人轮休两天, 但许多同志把这一个多月来的难得的休息, 又贡献了出来。 天道酬勤, 5月6日, 大多数人正在盘算着黄金周的 最后两天该如何潇洒的时候, 没有沾上长假撇的专民警们, 也迎来了一羽盼望已久的曙光。 斩住在狐狸区高殿村的一处外来人口, 使用的手机和死者礼仪被抢劫的手机相似。 这是55天来, 和犯罪嫌疑人最亲密的接触。 指挥部立即调生警力, 由周灵辉大队长率重兵遗失狐狸店前。 当晚七时许, 这名在工地做泥水工的重庆市永川县人, 刚刚走到店前二组家门口, 就被请上了警车, 民警们从其身上搅和了那部消失了一个多月的 木蓝色摩托拉拉手机。 经过一夜的工作, 这名不知深浅的当事人说出了实情, 手机是向奇奇的堂弟孔德春 以四百元钱买来的。 孔现在下落不明。 指挥部指挥一县民警全方位地调查孔德春。 孔德春, 男, 三十岁, 从庆市永川县人, 曾因抢劫被判刑。 随着调查的深入, 与孔经常在一起活动的几名永川老乡浮出了水面, 而以他一同失踪的仙城还最为可疑。 从永川老乡处的调查中, 还掌握到一条几乎构成证据的线索。 三月十二日晚, 有人看到孔身上的裤子粘有血迹。 他和仙城海一起用几张来历不明的银行卡 在桂园机上取过款。 结合现场目击者对二人体貌特征的描述, 作案组基本确认, 犯罪嫌疑人就是仙城海孔德春二人。 作案组群情振奋, 追捕工作迅速展开。 增据对仙孔二人的社会关系 和潜在的落脚点分析, 作案组兵分五路。 一路由省厅行径总队黄建国大队长, 同安行径大队绍青江副大队长带队, 直奔福州连江。 二路由同安行径大队苏正常, 作案大队二中队长洛建国带队, 奔赴广西北海。 三路由重庆大队一中队刘建国带队, 沙向洪南湘响。 四路由作案大队吴小杰撂七火带队, 前往广东攀鱼。 最后一路由郭兴泉支队长 亲自带队直飞重庆仙孔的牢潮, 决战的时刻到了。 5月10日傍晚, 广西北海市银院住宅小区门口, 三个身穿T恤短裤的男子, 信部走进了小区门头的一家穿菜寡, 坐了下来, 穿菜寡粉小, 没什么客人。 三个男子目光如炬, 这时, 一个身穿粉红色短袖衬衫, 三十岁左右的妇女, 从厨房里走出来招呼客人, 三人眼睛一亮, 相视而笑。 这个穿粉衣的女人正是孔德春的老婆魏瘦琴。 传组分析, 孔很可能会回到北海找老婆, 就在这家穿菜馆的对面设下了埋伏, 守株待兔。 苏正常大队长, 洛建国中队长和刑警林天兵等四人, 包下正对穿菜馆的小旅舍临接的房间, 四个人分三半, 一刻不停地轮流盯着小调的动静。 晚上小调打烊后, 他们又将布袋口设在了小店附近的赞助处, 漫长的二百四十的小时过去了。 洛建国他们吃穿菜吃泡面, 把嘴唇都给吃起泡了, 兔子最终仍然没有出现。 追捕小组, 纷纷反馈回来油价制的线索。 连江一路先发现仙孔二人来到过连江, 后驱往少五并在该地抢劫作案。 湖南一路发现仙孔二人曾于午休午日晚, 在该时抢劫了一名女青年, 截斗手机一步, 并将手机以三百元的价格 卖给来该市一家的二手手机商店。 重新一路取得了仙孔的完整户籍资料照片等, 并发现仙孔于5月26日 在贵州省六盘水市出现, 并继续实施抢劫, 抢走手机和小灵通各一部, 以及现金1400多元。 综合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仙孔均选择在当地风景区偏僻处实施抢劫, 以刀为鞋, 手法和312案极为相似。 不同的是, 二人作案时, 竟戴上了眼镜进行伪装, 其中一人穿着迷彩服, 这些线索成为了下一步追捕的游历依据。 指挥部分析, 二人的踪迹, 是沿着福建省至云南省的铁路移动的。 侠二人说过要去云南卖枪, 六盘水就在云南两省的边界, 再过去就是云南取径市, 取径的地理位置在昆明和六盘水之间。 指挥部决定, 兵分两路前赌后追, 决战取径。 最近总有人盗用老崔的音庭, 也管不住, 只能中间夹个广告了。 本案颇奖者老崔, 喜欢的可以添加公众号声优老崔, 或者添加老崔的微信, FM老崔字母拼音。 好嘞, 咱们继续。 洛建国过流流两人, 被火速地调往贵州流盘水, 周灵辉大队长也连夜从重庆赶往昆明。 与此同时, 指挥部向云南省厅发出了紧急协查通报, 请求在云南全境真控仙城海孔德春。 官部武局传案处安晓辉处长, 亲自指挥相隔千里的梁省警方联合击补。 洛建国疫情27日到达六盘水, 立即找到了遭到闲恐抢劫的受害人访问, 受害者马上指认出了照牌上的仙城海。 细心的侦察员们发现, 受害人遭抢后, 新买的科件牌手机与被抢走的那一台是一模一样。 最后部小组沿着陆滇公路一路前行, 5月29日上午抵达曲京市陆梁县。 这个县城周围有两个风景区, 分析作案的目标仍是风景区, 而位居两个风景区中的人民广场一带旅客较多, 应是先恐二人可以选择的落脚点。 洛建国疫情立即带人民广场一带驾往设服。 陆梁县地处海拔一千多米的高原, 正午的太阳火辣辣地直射的。 人民广场位于该县的中心, 视野开阔, 设置了许多长条石灯供游人们休息。 洛建国等人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找了一片树英蹲点, 眼睛盯着每个进出广场的人。 一个小时过去了, 两个小时过去了, 仍然不见目标的踪影。 六时许, 太阳落山了, 广场的人渐渐多起来, 侦察员的眼睛有些酸了, 但他们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怕稍微有闪失就放过目标。 六时四时分, 两个皮肤有黑, 身材消瘦的男子从广场边缘走进来, 坐在石凳上, 其中一人手里拿着一部手机。 洛建国过流流两人发现, 那台崭新的银灰色手机, 而吃手机这穿着的, 是一件受害人描述过的迷彩服, 两个特征均和对象吻合。 洛建国立即象征在昆明之取境公路上 急迟的周灵辉大队长报告。 周大队长让洛建国临场发挥见机形式, 洛建国再一次将两人与指挥部提供的照片进行比对。 虽然他们的外貌有了较大的变化, 但轮廓极为相似, 洛建国当即决定实施抓捕。 陆梁县刑警大队张队长接报或率人赶到, 两地侦察人员从四面八方向两人包抄过去, 仙孔二人反应过来后拼命地挣扎直让抓错人了。 当洛建国严正声明是厦门警察时, 两人一下子软在了地上,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跑到千里之外仍然逃脱不了挥挥法网。 此二人正视全体专案府寻寻秘密77天, 在厦门同安北城山抢劫杀害四名女青年的杀人恶魔。 5月31日下午3时30分, 厦门机场大雨倾盆, 一排警灯在渔墓中闪烁, 而在半个小时前这里还晴空如洗。 3时40分, 昆明飞来的航班徐徐降落。 机舱门开启后, 罢名河强时代全副武装的民警, 押解了仙昌海孔德纯走下咸梯时, 暴雨骤停, 阴霾的天空中一缕霞光冲破云层。 厦门警方77天弃而不舍地监空努力, 仙城海和孔德纯终于在云南被抓获, 并于31日押解回下。 据凶手在庭审中交代, 在连板购买了两把尖刀后, 他们还于作案的前一天下午前往北城山抬点。 3月12日中午, 两凶手发现四名女子上山, 便尾随着龙泉洞, 现四名被害人在洞内小气, 二人持刀冲入洞内, 把手动口威胁四女子。 仙城海首先刺伤了其中一名女子的脸部 和另一个女子的上身, 然后威逼被害人交出钱财, 定搜身翻包, 胁迫被害人说出颜昂卡的密码。 为了杀人灭口, 二人又拿刀将这几名女子刺死。 仙城海称, 孔娇春怕他们没死, 又在我们离开之前用我的刀去捅他们, 因为他的刀已经刺弯了。 此后, 二人挥霍了抢来的钱财, 并逃离了厦门。 修少海交代, 同安北城山案并非是在厦门的首次夺案, 此前2月23日晚, 二人还伙同老五, 另案处理。 在金榜, 在金榜山公园尼固安附近, 石岛抢劫了两名女子。 除抢走了一个姓肖女子携带的290元外, 他们还用菜刀砍上了肖的左手臂, 运用布条将两被害人的手脚捆绑, 最缠住后, 操立现场。 今年5月12日, 贤城海又伙同罗庆勇, 另案处理, 在浙江金华市金武大桥北端, 使匕首将坐在江边的一男一女杀死, 并抛尸江中, 抢走被害人的手机等财物。 在逃离厦门途中, 二人处在浙江杀人外, 还辗转全国各地, 通过持刀威胁或砍伤被害人等暴力手段, 先后在广东、湖南、贵州、云南等地, 抢劫十几人, 作案六起。 2002年7月25日,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两人对侦察机关的指控完全予以认可。 法院认定两人出犯故意杀人罪和抢劫罪, 被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002年8月30日上午, 厦门、北陈山特打杀人案的两名罪犯, 26岁的仙城勇和30岁的孔德春, 被二审判处死刑, 押赴刑场正法。